好 我說好啊 因為當顧問必須要去尋找更多的機會點 給我的客戶或給我的朋友 因為很多人會來問我 那如果有新的傷心 我不去接觸 那這個顧問太多咖了 所以我就去聽 聽了之後 結果每次還有 Haven 有疫情 聽完了之後 在那個小地方 問我說有沒有問題 我說沒有問題 跟著成功者走就好了 因為我的人生很簡單 第一 結交好朋友 第二 跟著成功者走 你不要想得太多 太多太複雜 使自己變成果足不甜 那我第二次去是 Kevin告訴我說 林志銘林董事長 晚上九點會來 不過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我想要用刺人眼光 去看看這個董事長怎麼樣 結果我去了 他沒有來 然後我就回來 剛走到樓下 結果就打電話給我 不過董事長已經到了 我就想去 結果跟他談了滿長的時間 我覺得這個人值得跟蹤 是跟隨的 不是跟蹤 太多 所以各位 你們都有不報的人 才會來跟奶爸在一起 因為他所用的方法 是過去所有傳銷的 缺點通通不要 而優點把你保留 而且會讓你變得很簡單 所以我也叫我兒子 所以有不報就趕快來看看 因為他在北京 將來我們 因為要發展到大陸 也許在那邊他就可以做得滿好 所以今天很榮幸跟大家結緣 我叫吳吳問 謝謝大家 謝謝 經營者修煉是這樣的 有11次的試吃 因為我的顧問案一個要100萬 如果100萬的話 拿不出來 那我就叫經營者來試吃 試吃11次 交10萬塊 任何一次不滿意 那一次就免費 但是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兩家是來做經營者修煉 第一次他就要養100萬 因為他看不到幾次 是這樣 那經營者修煉裡邊 有兩項重要的決策 一個是四人智慧 因為人會失敗都是被騙被坑 不會看人然後果實不前 明明是好人 他把他當作壞人 明明是機會然後把他當作誤會 所以就造成失敗的重大的原因 是四人智慧 第二個叫做決策技術 失敗都是決策錯誤 失敗的 系列裡邊贏九次輸不起一次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一桌的系列做得非常好 像亞歷三大是不是 曾經做得非常棒 對 一個決策錯誤就連人同來 比比皆是都是那種 所以那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很感謝奶爸他來學了 所以我們變成茉莉子嬌 我覺得奶爸是好人 而且又是朋友智慧的人 他懂得把網路行銷跟一般的企業怎麼運作 你學了之後 不僅僅是你可以在英美上做好 你還可以運用他的技術 把你的本業做得更好 好 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